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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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PTE的应用情况 或者是我们一些雅思基础情况 能方便给大家说一下吗 可以 我之前是考过雅思6分 然后还没达到要求 然后我就转考PTE了 然后在报大西瓜之前 也考了一次PTE 然后成绩好像是50 然后51分 然后然后我还看过网上的一些课 但是可能作用不太大 然后找不到方向 所以我就报了大西瓜的PTE OKOK好嘞 那想问一下咱呢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也是 很希望去了解一下 在雅思和PTE这两个考试先选择 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也希望跟你和咱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当时已经都考过雅思了 要来转考咱们的PTE呢 我觉得雅思比PTE对我来说比较难一点 特别是写作 因为我要求 我的学校要求写作要6.5 然后PTE的写作 用了老师教方法 然后我觉得写作可以 更容易的拿高分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了PTE 然后感觉PTE提分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就转考了PTE 因为通过我们最新的这次诚值也能证明 就是咱们这次的写作 已经拿到了65分 65分已经算是雅思当中7分的水平了 对吧 那就目前来说 咱们如果要说在雅思当中 去把写作拿到那个7分 那真的是要好好的脱肯了两层皮 才能拿下的分数 但是在咱们PTE考试当中 就按照老师的要求 按部修办的完成对你的练习 这个分数是不是就很容易的拿下来了 对吧 对对 因为在PTE考试 我好像是写作是最高分的 但是雅思的话 我可能就做不到 OK 之前雅思的写作大概有多少分 之前雅思写作是5.5 OK 所以再去说 整整比我们雅思这个分数高了1.5分 对吧 最后拿到这个成绩 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 想问一下 关系同学 在来了大西瓜之后 咱们有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然后呢 有参加过哪些课程 能够方便 我们具体说一下呢 首先我是报了一对一的 但是我首先没有全都报 我是先试听了一节课 我想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发现挺好的 就是方法 就突然感觉就好像懂了很多 然后我才继续报下去 OK 接着 对 接着是 上课的时候我就听课 然后就就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到这些 就是发现原来是有各方法 还有一些评分标准 这些我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生活很大 然后是反正掌握了很多技巧 然后要自己练习这样子 但是我好像不算很勤奋 但是后来还是拿到想要分数 然后是在群里的话 都会有老师 他们会监督我 要我去交作业 所以我觉得很好 OK 那我们这样 就刚才讲了还蛮多信息点的 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来挖掘一下 首先就是咱们固定同学 在大西瓜之前 遇到了一个相当来说比较大的问题 咱们的口语打分 对吧 包括我们通过现在这个访谈 也知道固定同学是属于 就是声音会比较甜美 会比较温柔一点的 这种软妹子的感觉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想问一下 我们从之前的口语四十几分 到这次拿下勾容十八分 中间固定同学 你觉得在大西瓜老师帮助下 你有得到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会去读的会大胆一点 放开一点 然后会把音 就是经常练多一点 然后老师又纠正我的音 可能会读得更自信一点 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些帮助 OK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固定同学 可能自己是属于 有那么一点点爱偷懒的 这种同学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 很多同学会很担心 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偷懒的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会怎么样来督促我 怎么来监督我呢 能够方便和大家说一下吗 可以 就是老师会批改作业了 这样会让我更加有动力 然后还会群里还会监督我 没交作业 老师又会催一下 然后就又会努力一点 这样子 然后还有老师说这种提醒 就赞分比较高 所以就更加努力去 把容易拿高分的题目 就更想去学一下这样子 对 OK 所以其实也是 我觉得相对来说 可能会平时有一点点爱偷懒的同学 是很需要得到一些外力上的帮助的 就比如说老师的催促 老师的鼓励 无论是哪一个 咱们按照要求去练习了 Kini的考试 其实就是一个 咱们努力了 就能够到回报的一个考试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第一 肯定还是离咱们的Kini同学 自己的努力 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吧 对 我觉得监督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比较爱偷懒 OK 好 没问题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我们也发现 困境同学因为之前是属于 在雅思当中写作比较容易卡分的 那么在BD考试当中 写作却变成了最高分 那想请困境同学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觉得写作这个部分最有心得的 可能是哪些题目 你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写作 一下子就在BD考试当中 拿到了雅思本录的积分的水平的呢 是因为因为他写作有交叉评分吗 然后我可以从其他 我觉得好一点的 就可以补上我没有那么好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些方法 然后还会有之前作户的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容易一些 OK 尤其是可能咱们这个Refon Dictation 在考试当中完成度还不错 对吧 对 OK 因为我有看到咱们之前的 这个考试的回忆里面 就是有说到了 咱们这个Refon Dictation 全都是从预测当中考到的原题 考到的真题 对吧 那通过这些原题和真题的帮助 再加上我们自己用 通过交叉打算 就可以更好的规避 要咱们再写作其答案 就比如说像大作文 这些上面的一些不足 让我们顺利的拿下高分 对吧 对 OK 好嘞 那么我们接下来 下一个问题就是 想一下困难同学 大师官有给咱们提供了 非常多的配考材料 那么在这些配考材料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最想和大家 推荐哪个部分 或者咱们用的最多 是哪个部分呢 我用最多是Refon Dictation 我觉得好像就把题看 看几次可能就 几乎就 就都是全做过的题了 所以其实这也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像Refon Dictation SST SOT S 这些预测百分之百命中的题目 只需要看好我们的预测 对吧 在预测当中 我们只会帮同学们收集 这些确认积分的题目 那也想问一下困难 这几次考试里面 咱们这些题目 都是有百分之百命中的 对吧 对 对 虽然我是有些没刷到 但是就是我没有全刷 但是我刷 我考的好像都是我刷到了的 OK 所以咱们运机还是挺好 但是呢 也希望再听这一段采访 对吧 对 OK 好嘞 那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 为你作为一个成功有雅思 转考PT之后 拿下高分分数通过的这样一位同学 那么无论是在备考心态层面上 还是在考试的选择层面上 或者是应试的一些方法层面上 有没有什么想和在座的同学分享一下的呢 嗯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如果学校接受PTE的话 就就考PTE 因为我现在有些同学问我 哎 哪个考试好 我都会推荐他们是PTE 因为我觉得他比雅思低分快 然后他还会有技巧方法 考试也不会那么紧张 然后初分也很快 然后可能一开始是找不到方向 不知道怎么去学 但是可能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没有 没有就去报班 就直接在网上看一些视频 就可能不够不够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找一个老师 然后特别是口语方面 就可以有揪音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有那些异群的划分 对我帮助很大 然后还有做刷题 就是可以有预测到 就听听做听力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紧张 然后正确率也会提高 对 其实如果再给坤你一次 选择的机会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不会选择自学了 对不对 因为毕竟这些方法和技巧 都是老师已经通过了无数次的 真实的考试的实验 或者是通过我们学生的反馈 都得到证明 这些方法和技巧都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如果提前一开始的时候 从一开始的时候 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咱们终于不会走一些弯路 就直直的 就把咱们这些诺文化分数给拿下了 对吧 对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可能会一开始就选择报课 然后就不会再考多一次 对对对 OK 但是没有关系 好饭不怕玩 也最后拿到了证文化分数 已经顺利在英国开始学习了 也非常非常的替你开心 OK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序学的访谈 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接下来呢 再次感谢昆迪同学 在百分之中 在现在已经学业 比较繁忙的情况之下 还愿意抽出时间来 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一段备考经历 我们首先呢 希望大家向昆迪同学学习 与子同学呢 记得由衷地助援昆迪同学 接下来的整个的留学生涯 一切顺利 好吧 谢谢老师